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藤原义达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组进阶的MOD安装教学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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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一点来了 在我开始讲之前 我建议大家都去读一下关于我写的这篇MOD冰原安装MOD教学 我会把它链接在底下 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讲述了你要在抓MOD之前的所有的必要文件 N站注册 以及一些简单的下载 然后包括安装和注意事项等等等等 然后先说回来 我们今天首先要做的是从下载的进阶教学开始 然后再到后面就是安装的进阶教学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吧 安装下载进阶教学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当你在任何一个MOD界面 点击下载之后 它出来的文件布置一个的时候 代表什么意思 我会给大家做一下解释 然后关于安装进阶教学就教大家怎么安装不同的文件 然后就达到你不同的效果 然后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东西 就是当你有英文不太确定什么意思的时候 很简单我们寻求百度翻译就好了 直接找百度翻译 对就非常的简单 然后复制粘贴就好了 我相信大家都会 这个我也不讲了 然后还有一个网站 大家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网站 我把它留在链接里头 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 如果这个网站打不开也没有关系 只要是搜到同类型就行了 重点就是怪物猎人世界 防具ID与模型地址 模型地址其实不需要 就只需要防具ID 你需要所有的防具ID 来进行我们的进阶安装教学 好的 那么不说别的 我们开始我们的视频吧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MOD主要是关于 个性化这个选项 举个例子 我们随便选一个 我们先选 就这个 有些时候 当你进入选择下载 就选择这个下载 它并不会直接跳到下载页面 为什么呢 它会给你跳到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是什么情况 会跳出来 当你有各种各样 多的选项的时候 就你不但只是有一个设定 它这个它可以允许你自己定制 那么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选项 什么意思呢 首先先看这个mainfile mainfile在这里的意思是 主要文件主体 也就是主体 主体它这个地方有两个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optionalfile 这是可选性的配件 然后我们来一个解释吧 在主体里头 绝对多数情况下 你都必须要拥有一个主体 才能安装这个option 就是可选 那我们来看 这次主体它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都是都是sexy swims 就是泳装系列的嘛 但是第一个是 can change jacket and pants color 这个就是说它能转换那个外套和裤子的颜色 第二个是可以改变 同样也可以改变 但是没有就是泳装的底部 也就是懂的人都懂啊 然后它的这个科选项就是 remove a knife from the worst mainfile record 首先它说的是 首先它这个科选性文件它必须要有主体 其次它把那个小刀去除了 也就是腰间这把小刀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方 我们invage来进去看一下 我一会教大家这些什么 这scription是它的详情 file就是它最下载的文件数量 或者说它拥有的上传数量 然后invage就是这些玩家自己 上传的也好 它是作者上传的也好 这是实测 然后它这个地方post 就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 或者什么的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问它 就是问作者 然后bug是关于就是你如果在 整个过程中进行到什么bug 你可以交上去 当然这些这些都不太需要知道 你们什么人知道就是file invage就行了 description的话有部分文件 因为它安装比较特别 比如像smart hunter什么的 它会要求 它在这里会告诉你 怎么安装installation 每个mode都会有的installation 就是安装过程 然后它的note 就是告诉你注意事项 然后changelog就是它的 叫什么更新情况 然后这个会告诉你 它的作者你怎么去支持它 OK 当然这一句话是整理最重要的 它什么意思呢 这个mode 这个外观mode 它是更换了hunter 就是alpha layer plus 就是猎人A的那个叫什么外观 对 我相信大家如果玩到很后面的话 这个外观已经解了 当然如果你要问我说 如果你想更换成别的 有没有可能 有可能至于怎么操作 我们之后再教你 一步步先来 一步步先来介绍 OK 我们现在回到invage这个地方 当你不确定 你要下载哪个版本的时候 最简单就是点开 它跟原作者 注意 这里是原作者 就是在任何一个界面 都可以看到 这个upload by谁谁谁 就是谁上传的 在任何界面 都会可以看到这个界面 所以这个不用担心 你到图片这个环节 任何的mode 你到图片这个环节 去找这个同样名字 这个人上传的东西 就证明是原作者上传的 然后通过点开 你可以预览到它的效果 对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这个地方会告诉你 这个就是没有 它这个就是那个可选性文件 和不可选性文件 进行对比 你看 它这就会有些对比 然后也有一些 在游戏中的实测样子 OK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安装 首先第一步 我们还是要老规矩吧 现在下载 这次 我就告诉大家两种 就是怎样下载主体文件的同时 还可以把那个叫什么 科选文件给它安装好 我们先下载这个主体文件 然后它这里提示 Additional File Require 它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你必须要有 Iceborne 也就是所谓的冰原 我们游戏本体冰原 来作为DLC的 你有这个冰原DLC 你才能用这个mode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会经常跳出来 它跳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它跳出来的情况下 它是当你这个mode需要一个前置mode去下载的时候才会需要的 而像Icephone就不用担心 Icephone它的意思是说 只要你购买了冰原DLC就行 你不需要再管其他的mode 对 它这个就是提示你需要再装其他mode 或者说提示你前置需求 对 这是我们要做的不外前置需求 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有冰原了 所以我们不用管 我们直接下载就好了 然后点击完下载以后 一样的 你会进到这个地方 在Slow Download和Fast Download的时候 其实说实话没什么区别 我们就选Slow Download就好了 然后你需要等待一段时间的响应时间 对 OK 好的 它会跳出来一个界面 在这里呢 我们把它下到桌面上去吧 OK 好的 然后我们记住 当你这个下完以后 它这个界面是不会关的 你怎么回到刚刚地方去下可选文件呢 你可以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点左上角这个文件 它会直接带你到下载的地方 当然最简单的还是再点击这个 点到这个地方后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Option 这是可选项的文件 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可选项 然后它会提示你同样的信息 下载就好了 OK 一样的 我们选择慢速下载 因为它只有37kb说实话 再怎么限速 它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对吧 OK 好 我们把这两个文件下载好了以后 我们去显示到文件夹中 呃 我们给它新建个文件夹吧 我们叫做MHW OK 当我们把这个文件下载完了以后 我们首先需要打开是你的这个怪物猎人本地文件 呃 因为原本我已经有下载过MOD了 所以我在后面给它加了一个1 让原本的MOD全都失效 然后我们回到这边来 这边是我们刚刚下载好两个文件 第一个是它原本的这个 泳装和去刀 呃 可选性文件 我们先从泳装开始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它解压 解压完你会注意到它这个地方有Native PC 如果我们先说的情况是 如果你是第一次装MOD 那么我们直接把这个Native PC拖到这边来就好了 对不用管 完成了 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么第二种情况下是你已经有了MOD 假设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方Native PC 是我们已经有的MOD 就是说我们之前已经有Native PC这个文件了 我们要把它加进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看 你可以点进去看到 我发现我只有很多东西 而点进去这个地方只有Play looking 就PL OK 那很简单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打开PL 去看 它这里头改变什么 它改变是F Equip 很简单 也就是一个文件一个文件进行对比 然后看我这边有没有 我这个地方已经有MOD H了 我这个地方有PL002吗 有 我之前也装过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 只需要把你的文件拖到F Equip里头去 如果没有重复的 但是如果有重复 就像我说就是 我已经有一个PL002的 我这个地方PL002进去会把我之前的东西覆盖掉 那么我需要做的东西 就是我之后说的经济安装教学 那个之后我们再说 OK 好的 那么先不多说 我们先回到这个怪物猎人世界 先去打开一下 假设没有啊 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改掉了 假设没有的情况下 我们先来开游戏 因为我把这个改名了 所以它MOD是不会显示的 我们先来开游戏看看结果吧 这是很简单的安装方式 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MOD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之前MOD的重合这些问题 直接运行游戏就好了 OK 当你成功载入游戏 你不用担心什么 直接进游戏就好了 因为我们记得他说的是 他一开始替换的衣服 我们可以回到他网站 OK 在他的网站 Description里头 就第一个栏目 Description 就是简介里头 我们可以找得到 他说这一套将会换除 Hunter Alpha Layer Armor 当你不确定是啥 你点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是这个 这一套服装 那么在中文里头 它直接就是猎人A 外观的 当然你要直接换那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现在需要找到这 外观装备设定 出现境界 因为我是把所有外观做齐了 如果你没有做齐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用另外一个东西来做 之后我会再教大家 那猎人Part A 你看OK 好 这就是我们要的MOD 效果出来了 它替换是这个猎人HunterA 对 不要问为什么 摇了一下 嗯 对 好 对 这个就是一开始的操作 但是如果你想在这个MOD上 做出改变 就像他说的定制 就是把这个刀去掉 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们不需要退出游戏 我们一旦做对MOD 产生任何改变 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回到标题就好了 回到标题它就结束了 然后至于知道保保存 这个不重要 因为我们没有改变任何东西 回到这边 我们去看 这个是它原本的swim suit mode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把它这个remove knife 也给它解压了 解压锁 然后 OK 在这个位置 注意我们要打开另外一边的这个东西 然后好 你打开remove knife 然后看 它同样有个native pc 我们点去看 它同样也是pel OK 先说一下这个地方 pel代表什么 pel它是player looking的前写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玩家外观 OK 我们点开play looking 两边都点开 然后它是f equip 什么意思 equip的意思是装备 f在这个地方代表的是女性 如果你是男性的话 它这个地方是mequip 就是malequip 好 进到f equip 你看 它有区别了 它有区别了 原文件中 它有mod h 这个新文件中 没有mod h 它们区别只是这样吗 我们点开它两个 这是pl的002 就是它的代号 这个pl002 代表的就是p字a 然后我们可以在它这个hunterlayer 外国数据里头找到 pl002 作为女性的f equip 就是猎人系列 它这个是头盔嘛 然后我们再往下拉到装甲 去确认一下 是不是也是同样002 OK 你看 它的猎人铠甲 也是pl002 OK 意味着什么呢 pl002 这一系列的 全身上下一系列的 就是猎人系列 OK 好的 当我们确定它是猎人系列以后 我们把两个文件调回来 我们双击打开两个文件 再进行细节对比 你会发现 一个 只有wist wist在这个地方是腰部 首先这个是手 胸 头盔 腿 腰 而这个地方只有腰部 哼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了 我们就把这个腰直接拖过来就好了 替换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知道它既然有腰的话 它就直接替换腰就好了呀 它没有对其他这些财人感动 好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进会游戏 开始游戏 记住 这个地方显示的 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地方 这个东西是它没有改变之前的样子 所以我不需要管 我们进到游戏中会显示 OK 回到游戏中 我们继续去调整我们的外观 回到出去的境界 OK 我们继续去猎人A 点击猎人A 这次你会发现 它背后那把刀不见了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我们下这个mode 就是去刀的模式 OK 好 这个是第一个教程 第二个教程是 如果你不想把它替换猎人A 或者说你没有猎人A 你只有像弹钉 对不对 你只有弹钉这样的外观 怎么办呢 或者说你就只有别的外观 随便什么外观 你只有高阶的外观也行 没问题 任何的外观都可以 你只需要做的是 首先你把你有的外观 你要在这个地方找到 在这个数据库里头找到 举个例子 我们要找弹钉 我们按Ctrl F进行搜索 然后在这里打弹钉 对不对 OK之后你会看到 弹钉它有两种 第一种是弹钉的直属装备 弹钉风衣Alpha 和弹钉服装 对不对 不管是哪种 我们看它的后面代码 PL071 P-0000 后面数字也很重要 PL-0071-000 也就是说 它在这个情况 我们再确认一下其他的装备 这是风衣的吗 我们去看它 假发 假发也是0071-0000 071-000 也就是说 它这个其实后面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回到我们主文件 记录是主文件 就是你的Monstant World里头的主文件 点开Native PC 进到人物外观 进到女性装备 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注意到 它这个地方原本是002 而弹钉的代号是什么呢 071 OK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把所有的002 改成071 怎么做 很简单 改名就好了 包括这个文件夹都要改名的 然后进到每一个单独的文件夹里头去看 这个地方它说什么呢 Farm002 那我们很简单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071 这个地方也是同理 任何的002 我们都会改成071 不然它就会运行不了 不是运行不了吧 就是显示不完全 因为它每一个都是单独的文件 OK 我们特别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改完了改body body这个地方有很多 教大家一个快捷方式 我们只需要改变第一个 因为它这个是body系列的 我们改变第一个 然后从这个地方开始复制 然后很简单 进到这些改名选项里头 我们粘贴 粘贴 粘贴 这个名称是非常重要 它名称代表着它替换的是那个文件 所以说如果名称不对的话 你可能就显示不完全 我们回到helmet的地方 注意刚刚那个地方 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一键复制 很简单 因为你注意 在body的文件里头 我们点进去的mode 它是body071 而我们回到helmet的mode里头的时候 它是helmet 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个文件夹 每一个文件夹进行去检查 去看到底是不是真的全部都需要改 OK好 我们回到这个地方 同样因为这个文件比较多 我们也快捷 把它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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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把helmet改完了 lag也是一样 因为它是你看lag002 我们把lag改成071 然后回到这个地方还有个腰部 我们同样把腰部也进行改观 把腰部也改成071 OK当我们全部改完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个游戏退到标题环节 退到标题环节要求它重新加载 现在 注意看我们现在是弹钉的服装 对不对 但是等下次进入游戏的时候 我们期待的指望什么呢 我们刚刚原本的一套外观 会覆盖掉弹钉的外观 OK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在这个界面不用担心啊 这个界面它不是真实 它只是把上次里的外观保存下来了而已 所以不用管 OK一切要见到十五位准嘛 之前我们现在成功替换成这个了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它一开始替换的外观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它一开始替换的外观是猎人A嘛 我们找到猎人A 猎人A它已经还原成原来的外观了 而现在弹钉被替换成了 我们现在需要的外观 也就是说只要你拥有 你想替换的外观型号 你可以把任何一个外观 改变成我们想象的模组 对 好的 那么这就是以上就是本期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如果喜欢的话 请务必点赞 投币支持一下本新人UP主 然后如果能关注一下也是最好的 谢谢啦 如果还希望看到同类型视频的话 我下次会出一些关于像MOD推荐啊 就是具体每个MOD的实测效果等等等等 如果大家希望看到的话 请务必转眼告诉我 或者私信也行 谢谢